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伯 歡迎收看本集的戰地公園 很開心撿到各位 唉 又到了冬天 我比較喜歡夏天的主 因為可以保養眼睛 今天開始 除了地圖小教室外 我決定再開一個專題 那就是 潛談我平常的遊玩體驗 沒意外的話會持續下去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只是在專業講解 跟輕鬆閒聊間 取一個平衡 12月9日與12月10日晚上 我一如往常德哥 朋友們一起玩 玩了機場下來 我發現小隊裡有個野人 挺會救人與幽浦寶 我這兩天遇到的兩位野人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雖然他們沒有跟我們溝通 但他們非常會團隊合作 我跟朋友們都是屬於很會殺人的人 我玩醫護兵的時候當然也會救人 不過仍然先以殺人為主 可是這兩位醫護兵 非常會看狀況 他們並不會與我們一起殺人 而是乖乖躲在我們後面的掩體 看到我們流血就頭不包 看到我們倒地就放煙拉人 簡單來說 我是一名戰鬥醫護兵 主要任務是殺人 直到狀況完全安全時才會救人 但他們是全職醫護兵 不跟我們一起殺人 但會幫我們注意屁股 並關心我們的健康 而無論我們走到哪裡 他們就跟到哪裡 絕對不會落單 這幾場玩下來雖然他們的KD未必好看 但他們的成績名列前茅 我很佩服這兩位醫護兵 因為他們非常盡忠職守 不在乎自己 只專注大局 這幾場玩下來結束後我加他們的好友 其中一位還傳英文訊息回覆我 說他玩得很開心 有機會再找他一起玩 這兩天的遊玩體驗非常特別 特別到我在洗澡的時候想到這個專題 老實說 我該做的事情仍然會做 比如會頭補包 會救人 但我無法像他們一樣 全心全意的專職當狂的職業 因為我會有殺人的渴望 各位 放下你們的電話不要報警 我是只在遊戲裡殺人 也許多數人跟我一樣無法做到全職 但有些事情仍然得做 像是頭補給跟小隊的人一起走 鎖敵等等 如果你想玩得認真 你可以殺敵技巧不好 但該做的事仍得做 但如果你想玩得開心 那就照自己的方法玩吧 畢竟遊戲本來就是用難於熱的 今天介紹到此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本頻道的話可以訂閱喔 或是有想看的題材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阿斌 我們下次見